哈喽大家好 今天的视频想让大家来八卦一下 蓝色里有些什么花 除了现在展示的室内的这些 室外还有一部分 我会安排在影片的最后 纽约的天气开始变冷 还有我马上就要去旅行了 所以大部分的花都搬进了室内 先来看这一盆水培的牛市莓果 每年都开很多花 今年也是双花间 还多加了一个baby 看看能不能让大家看清楚这个baby 在这里看到吗 很多的根在挡住 但是它已经长出了自己的新根 这种情况呢 完全可以把它分割开来 单独的种一盆 但是我没有打算这样做 因为我喜欢一盆多个苗 到时候它长大了 一起开花 那会更美 更壮观 它旁边的是布虫锦 开了几个月了 还在开 花期很长 这一棵是章鱼蓝 花还在继续 旁边这两小盆是珠宝蓝 也叫宝石蓝 它的花没什么特别 但是它的叶子就很特别 很好看 看上去好像丝绒一样 页面好像有金丝线在上面刺绣 随着光线不同 颜色会有所变化 像金光闪亮 非常美 但是很难拍出那种实物的效果 我尝试一下 看看不同的角度 能不能拍到页面上那种金光闪烁 尤其是左边那一颗 那种金丝线看起来真的很美 这个品种比较稀少 很少见 上面的这些全部都是水培蝴蝶兰 现在还没有花 有的长了花芽 只有一颗绿豆那么小 所以没什么看头 要看的话就只能赏根了 后面这一颗是日本富贵兰风鸣店 水培了有两年时间了 旧的根长了青苔 所以看上去不怎么好看 但是新长出来的根会粉红色 很好看 叫宝石根 最新的时候是比较深的紫红色 慢慢慢慢的会转弹 变成好像粉红色 它是22年8月8号开始水培的 再来看下面的这一颗 夹礁的红色 夹礁的文心蓝 去年在TraderJose买的 它开完花之后我把它分了盆 变成两盆 另外一盆呢 也是双花件 带着花件架人了 这一盆呢 也开了很久了 这里下面的有几朵花已经开始泄了 今年的花 闻起来没去莲香 但是花色却依然很美 再来看下面这一盆 米里香水闻心 就是我怀疑它有病毒的那一颗 用病毒的测试剂去测试 结果是没有病毒 看来我真的是怀疑错它了 看它现在不但没死 还长了三条花件 旁边的是来自阿国多尔的雪山石湖 一直想看清楚它的美貌 但是它就这种状态 一个多月了 还是不露脸 上面的这一朵是蓝望的海蛇 它的花形花色都很特别 非常美 正如它的名字 一看就很难忘怀 我是从网上看到它的图片 就喜欢上它了 但是没想到 实际上它不但美 而且花非常大 用尺量一下 15.5厘米 没想到那么大吧 买的时候是手指般大的苗 没想到它越长越大 我有点嫌弃它的叶子太长了 想让它出价了 但是因为它的花实在是太粗色了 所以舍不得 它下面的这一盆 跟它刚好相反 花小小的 但是很香 紫色 原生种的文心蓝 是别人丢垃圾我捡的 去年我曾经有视频分享过它 现在它又长了很多条花间 再来看它上面的这一颗 这一颗是秋石糊 也叫蝴蝶石糊 在兰花中这种颜色是很少见的 很深的紫色 是我所有紫色兰花中最深的一种 而且花很大 是我所有的秋石糊当中最大的一种 还带着淡淡的清香 这是它的名字 南天使 这次是它的粗花 我太喜欢了 爱不惜手 食物上看 它的紫几乎是黑色的 它旁边的这一颗 就是前段时间我的短视频 说它的花苞像子弹在飞的那一颗 紫色炖花 它的花全开了 很美 但是跟旁边的这一颗 石糊兰相比 它的颜色就显得比较淡 但是淡也有淡的美 就显得它很仙气 尤其它还有白色在相称着 看上去就更加好看了 说到仙气 它旁边的这一颗就更仙气了 仙气飘飘 虽然花有点小 但是真的太美了 这么美的花 它是谁 在我的视频第98集里面 第一次跟大家分享了 它就是蓝色的马丁爱丽丝 这夏日之恋 从夏天开到现在 这一颗 这一颗像卡通一样 两只大眼睛 嘟起嘴巴 很可爱 还有下面的小可爱 剑叶文心 好像一个小娃娃穿着大裙子 非常可爱 它的花有分支 这条花剑就有两条分支 上面这里一条分支 下面 这里还有一条分支 它其实是双花剑的 下面这个位置 这条花剑比较早开 刚刚开完 其他的还没开 看看站在小公主旁边的是谁 是齐天大圣 齐天大圣变身了 原来只有一个 现在变成两个了 大圣说 现在治安不好 要多一个来守护治安 保证蓝色的安全 它也叫魔鬼文心 只要它出了花剑 基本上长期都可以看花 它会向前继续的续花 开完一朵又一朵 就是说 齐天大圣来了 它就不走了 好 我们过来看这边 这边基本上是梅花看 因为还没到时候 这边还有几盆是水培的 这边基本上就是蝴蝶兰了 梅花看 但是这一棵梅花看也一样精彩 虽然没有花 但是它欣赏的价值比赏花还高 它本来只是一棵苗 现在呢 在这一盆上可以看到三棵苗 因为它长了两个baby 一起成长 现在呢 baby跟妈妈差不多大 我也分不出谁是妈妈了 看着它我就觉得很过瘾 叶多 根多 而且那些根都是弯弯曲曲的 好像爆炸一样 看看这发型 是不是很夸张 而且每一条根上面都带着水晶根头 看着它长得那么张黄 就觉得很兴奋 很开心 这种用什么来形容它呢 脑子里出现了两个字 狂野 这家伙长得太好了 它的花还是香喷喷的 它的叶子也很好看 很特别 是营业带斑点的 很好看 它上面这里也有几盆是带叶翼的 这几盆我觉得它的叶比它的花更美 这一盆呢 还是三色的 它的叶子边边有一条紫红色的线 看到吗 这三盆它的花色是不同的 当时买都是冲着它的叶子买的 太爱了 像现在就算没有花看 看叶子也一样开心 旁边的这一盆呢 也是由一棵苗变成了三棵 养兰花 养到这一种呢 真的特别开心 这么好生养 这边这些都是水培的 现在还没花看 它们都长得不错 看上面的这一层 最外面的这一棵是叶夫人 已经有花见了 很快就可以看花 这一盆呢 是卡特兰 十一朵花 我想过两天就会开 它旁边的卡特兰 花鞘也已经入米了 下面的这一棵 米里卡特兰 也已经入米了 看到吗 旁边的两棵剑叶文心 也都双花见 看过来这边 这些都是蝴蝶兰 这里有一棵香水文心 红色的 第一次来花 但是这花见长了有半年了 还没看到花苞 看看这盆泰国魔术丝 花鞘已经入米了 但是叶子被晒焦了 真是惨不忍睹 还是看这个吧 这是来自阿哥多尔的 拖鞋栏 很快就要开了 下面的这一棵 是冰榔西施 它这一次呢 我以为它是双花见 可是有一条花见 长着长着 长出一片小叶子 下面的这一层呢 是秋石湖居多 秋石湖这个时间 基本上都已经抽出花见了 有些还长了花苞 分享一下雪类史 看这里 昨天搬进来的时候不小心 弄断了一条花见 本来这里两条花见一起长的 所以搬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否则这就是看板了 秋石湖跟春石湖不一样 现在基本上都长有花见了 不需要像春石湖 还要触花 是比较容易养 比较容易开花的兰花 这个时间段呢 也是卡特兰的花季 很多的卡特兰现在都开始长花苞了 文心兰也一样 这里这棵文心兰呢 春季的时候才开过 现在又有两条花见这么长呢 这是红色的椰子兰 还没见过花 这几盆呢 都是卡特兰 这一棵是无名的长生兰 很爱开 开了几个月一直在开 还有什么可以看的呢 看看 这一棵 这一棵是米里的卡特兰 这里已经有两个花苞了 很期待看它的花 这是它的粗花 这边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快过了 这一棵 这棵是蝴蝶兰 已经长有花见了 这一棵 也有花见了 下面这里还有一层 密密麻麻的 不知道怎么向大家介绍了 最里面的这一棵是用新鲜的苔蠅养的文心兰 已经有花见了 现在也是很多米里文心兰的花季 看到这里吗 这里也有两条花见 这是黄色的椰子兰 这边大多数是拖鞋兰 这里有个花苞 其实它才开完没多久 现在又来开花了 没有什么特别的 我就快快的略过 这里还有一层 上面这里还有一层 上面还有一层 看上面 这个可以欣赏了 这个虽然没有花 但是它也很好看 看这些根 这些张牙舞爪的根 还有很多的baby 这边呢 这些根也是 看看这些长得那么奔放的根 你就知道它是多么的开心 看看这些水晶跟头 它到底想往哪去呢 前段时间得了远腐病的它 没死还在 我们继续赏根 这是蔷尾粉金石 花已经全部卸掉了 看看这些根 又是黄野的根 无法无天 到处乱窜 盆内长满了根 盆外也爬满了根 看看这些上上的根 看来它还想登天呢 我呢 是对它是放纵的 任它自由发展 因为看着它的根 很自愈 再看这边 这是拖鞋兰 这一朵是红宝石拖鞋兰 前面两朵花已经卸了 这是最后一朵 可能是因为再没有花苞 跟它增营养 它开了差不多一个月了 还那么美 上面的这一盆 是我最喜欢的兰花之一 香喷喷的 很香 很美 深紫色 而且很爱开花 春天的时候才开过一波 现在又来一波 旁边的卡特兰 中型的 颜色很鲜艳 很美 这边 这是紫龙方阵 最后的一朵 这一颗是辣椒红 兰花里面这样的红色是极少见的 而且它是蜡质的 花纹是金色的 中间还有一点点的紫色 很有立体感 它的叶也带一点的红色 很圆的叶子 很好看 花是香的 上面的这一朵是贝莉拉 也是很好闻的香味 这是黄绿天鹅兰 已经出花苞了 另外还有一盆 也是带着花苞出价了 这一盆夏玉玫瑰蓝芯 开了四个月了 还在续花 又美又鲜又香 值得拥有 也是我最喜欢的兰花之一 它旁边的这朵也是贝莉拉 是紫色的贝莉拉 这是文心蓝 玫瑰的玉露 它跟太平洋的玉出很相似 都是香的 这一盆是日本富贵兰花季 春天的时候才开货 现在又来花了 它是用无敌孔种植的方法 上面的这一盆 很多人叫它是鹿角蝴蝶兰 叫它黄色鹿角 其实它是帛琉蝴蝶兰 它原生于印尼的婆罗州 两年前我买它回来的时候 还是很小的一颗 现在长这么大了 在我的视频第99集里面 有分享过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回干那一集 这是水培的日本富贵兰 黄花 本来它不是水培的 但是它曾经出过三次花芽都干掉了 所以我就索性把它转水培 它那么喜欢水看看能不能成功 结果呢 它没令我失望 两颗花芽都长出花苞了 室内的兰花 基本就这些 室外的有什么呢 有这个婆婆在晒太阳 她不怕冷 还有这些 基本上是石壶兰 有原生种的澳洲石壶 里面的这一颗 是红色的椰子兰 在做实验看看它怕不怕冷 其余的这些春石壶呢 在接受着军训 在受冻挨饿 目的是触花 我去旅游 谁帮我浇花呢 不用求人 在我的视频第83集里面有分享 室外的这些有自动喷头喷水 去旅游就不用担心了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是这些 谢谢收看